欢迎你收看1月30号的彩芯Espresso 晚上好我是醒龙 前财人部长敦达因在1月29号面控 连带让所谓没承报的资产也一并受到关注 其中就包括了他儿子达尼 拥有超过21%股权的鲜股海中天 海中天的业务涵盖酒店旅游和房产等等 旗下拥有知名的波德森海中天酒店等资产 该公司的股价今天走低 以5.5仙卖步随后降到5仙 并且以这个全天最低价位报收 一共下挫1仙或16.67% 共有超过385万股一手 过去一年海中天重挫了44.44% 远低于2023年1月30号的9仙 截至2023年9月30号指的最新6个月业绩显示 该公司净亏损从前期237万令吉 扩大到300万令吉 而外部鸡查师更曾经在 2023财政年鸡查报告当中 表达对该公司业务持续的担忧 海中天今天盘后回应说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该公司既受到上市条例的监管 向来也遵守所有的上市条例 该公司一直以上市公司模式来营运 未来也会是如此 因此公司业务将会如常运作 市场此前盛传 沙拉越政府将增持爱芬银行的 15%股权 将持股提高到20% 而爱芬邀请媒体 间无出席记者会 并著名沙总理阿邦佐哈利 将在现场演说 同样将出席记者会的 还有爱芬银行的总裁万拉兹里 市场人士就揣测 这和沙政府落实增持股权有关 不过阿邦佐在会议上指示说 沙拉越洽购爱芬股权的交易 很快会敲定 并没有直接回应市场的传闻 无论如何 爱芬股价依然受到市场传言激励而走高 爱芬仙以二令吉五十二仙高开 十点起买盘涌入 推高股价 一度冲高二十仙 触及二令吉七十仙 写下2017年7月1号以来的最高价位 闭市的时候收报二令吉六十二仙 全天仍起十二仙 挤进涨价榜的第六位 交投量超过1858万股 我们来关注保健公司 TMC生命科学的新闻 TMC生命科学首席执行员万纳蒂亚 昨天突然被停止之后 拖累该公司股价应声滑落 那么TMC生命科学周二开始 报71仙 先下滑2仙 之后一度下错4仙到69仙 闭市的时候仍丢失3.5仙 或者是4.79% 降到69.5仙 成交量超过439万股 TMC生命科学并没有透露 首席执行员停职的原因 但是承诺致力在这个期间 维持正常业务营运 并且已经委任董事 黄俊丽 赞代集团首席执行员一职 最后感受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